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11月26日例行记者会 会上有外媒记者提问称 欧盟称将制裁数家中企 称这些企业帮助俄罗斯公司开发了 用于攻击乌克兰的无人机 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毛宁对此表示 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 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 在乌克兰问题上 中国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 从未向冲突方提供武器 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像 甚至民用无人机出口 反对将民用无人机用于军事目的 中俄企业正常交往合作 不针对第三方 不应受到第三方的干扰和影响 当前包括欧美在内的大多数国家 都在同俄罗斯开展贸易 我们敦促欧方不要搞双重标准 停止在没有实时依据的情况下 列明中国企业 对中方抹黑推测 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